大家好,欢迎收看小家庭种菜 前几期我有分享了一条种秋葵 从种植到采收的全过程的视频 其中包含了秋葵的生长特性 种植处理,如何播种,长大,开花 一直到秋葵第一批果实的采栽 没有看过朋友,可以到我的主页去观看一下 或者在视频下方的说明栏里 有这条视频的链接 现在我种的秋葵已经进行第二茶采收了 果实的数量比第一茶多 那生长进度也有了明显的提升 这一期视频我将具体分享一下 秋葵生长过程,尤其是中后期 我所做的一些管理工作 那种植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技术活 没有非常固定的套路 大家如果有不同的种植经验 也欢迎留言分享,互相学习 话不多说,先一起来看看 我的第二茶秋葵吧 在上个种植秋葵的视频中 我的秋葵在进行第一茶采收时 就已经结了很多花苞出来 但仅仅四天后 上次视频中的同一颗秋葵 就已经结出了四个新果实了 而且一批新的花苞也在蓄势待发 六天后,果实已经有五个了 八天后,果实变成了六个 此时,这一株的其中四个得赶紧进行采摘了 隔壁的几株秋葵也有几个可以一桶采收 一起摘的加起来,一共十个 一些还太小的,先留着 秋葵的生长速度非常快 我这批秋葵有几个稍微晚了两三天摘 可能会有点老化 大家平时要注意 在秋葵花瓣脱落后五天内 秋葵长度在8至10厘米时 及时进行采摘 接下来,谈谈中后期 我做了哪些养护吧 一,浇水 秋葵是一种植株茂盛 枝叶繁多的蔬菜 每片枝叶 理论上讲都可能成功结出秋葵 如此庞大的作物 其蒸腾作用自然非常强大 并且秋葵喜欢高温,高湿 所以在秋葵长出四片正叶起 我每天早晚都有为它们浇水 并且随着植株不断长高 每次浇水的量都有所增加 现在我基本上是浇一次水满 等水完全沉入土里后 再浇一次水满 种在容器内的蔬菜 无法像菜地里的蔬菜 植物根系可以往更深层的土壤吸收水分 如果浇水量不足的话 非常容易引起枯萎 需要注意的是 在秋葵长出四片正叶前 浇水不宜太过频繁 保持土壤湿润即可 否则容易引起秋葵小苗土长 2.施肥 中国有居老化 庄稼一只花 全靠肥当家 不管吃叶子菜类的 还是开花结果类的 或者是地下长根的蔬菜 土壤肥力充足 是蔬菜长适好的基本保障 我在以前的视频中 曾多次提到过 我更倾向于在种植前 为蔬菜施足底肥 也就是积肥 以我目前的种植经验来看 如果是叶菜类的蔬菜 可以适当少一些 但像秋葵这种结果类的蔬菜 底肥的量就要充足一些了 种植秋葵时 我采用的是 之前的种植土和腐熟的秋盐粪 按2比1的比例搅拌混合 作为秋葵的种植机制 秋盐粪是一种比较温和的有机肥 直接拿来种菜也是可以的 不过如果大家是采用鸡粪 或者复合肥做底肥的话 建议将底肥埋得稍微深一点 施足底肥后 我是一直到秋葵 长出6片叶子后 才进行第一次追肥的 其中使用的肥料有秋盐粪 自己磨的蛋壳粉 自己磨的香蕉皮粉 购买的有机富豪肥 基本上每3-5天追一次肥 每次一小把 如果大家没有这些有机肥 也可以简单一点 使用颗粒状的通用富豪肥 不过这种肥料属于化肥 肥效大且快 使用时建议不要很频繁 7-10天追加一小把 比较妥当 3.剪汁 秋葵到底需不需要修剪 对这个问题 我并无查到非常明确的答案 来作为我的种植参考 网上的资料 以及有一些网友曾提到 当秋葵长出第一批果实后 需要对秋葵进行打顶 并剪去一些侧汁 以防影响秋葵的通风导致土长 并且也能防止营养分散 导致秋葵长不大 对于这个观点 我觉得有一定的道理 但反过来想 如果秋葵并无出现土长 生长环境通风良好 并且土壤肥力充足的话 那么是否就不用对秋葵进行剪汁呢 抱着这样的心态 我决定实验一下 所有健康的侧汁 顶部通通不剪 看看秋葵第二茶 第三茶长势如何 不过这里要说明一下 并不是完全不进行修剪 对于一些已经枯萎 发黄的侧汁 要及时将它们剪除 那我们不管是修剪汁条 还是摘秋葵果实 都要注意避开灵雨天 并且在操作之前 都要对修剪工具进行消毒 以防秋葵伤口被细菌感染 使得伤口腐烂 影响整株秋葵的健康生长 以上三点就是我对秋葵中后期生长 进行的一些护理工作 从目前的长势来看 效果还不错 第二茶收获了10个秋葵 现在在长的 总数也有10个 每天也都不断地有 开出新的花出来 接下来我会继续追踪 它们的生长情况 好了 关于秋葵生长的一些管理心得 就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大家平时是如何管理秋葵的呢 欢迎一起留言讨论哦 收看更多种植分享 别忘了订阅我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